第五題 第五題跟前面的題目有一些類似 不過這個講得更清楚 我們先把題目講的讓同學思考一下 看看你會不會做 第五題說現在的敘述是正確的 A如果A的三次方是有理數 A的六次方也是有理數 A就一定是有理數 對嗎?想一下 B是說A是三方 A的三方有理數 A的五次是有理數 A是不是有理數? C是說AB都是無理數 A加B應該也要五理數 諸人是說A是有理數 B是無理數 兩個相乘 A乘以B是無理數 E是說A跟B都是實數 A-B是有理數 A乘B是無理數 A加B一定是無理數 A是對嗎? 同學可以先思考看看 這個怎麼做呢? 這其實在前面我們已經講過了 比如說這個四方 它的最大公因數如果是1 那它就一定對 要不然就不對 如果它的 比如說這兩個最大公因數 六為三最大公因數是3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寫成什麼? A的三方的平方 如果你這裡A的三方本身是有理數 它是有理數 這個也是有理數 那你這個是有理數的平方 一定會有理數 根本就不需要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沒有用 多用的 那多一輪來講 當然它就沒有辦法去推出來A4有理數 但是A的三次方那就等於2 那A的六次方就是A三方的平方 那就是2的平方就是4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是有理數 這個是有理數 但是A並不是有理數 所以這個比例錯了 就錯了 那B呢 它說A三方是有理數 A五次方也是有理數 那A一定是有理數 那因為三四跟五次最大公平數是1 所以這就對了 那為什麼會對的? 那你看 你可以用輾轉相處的概念 就A的五次去除以A的三次 這不就A的兩次嗎? 那A的兩次的話 你發現這個是有理數 對不起 你發現這個是有理數 這個是有理數 有理數除以有理數 那它當然是一個有理數 那如果再繼續三跟二可以繼續去除 三次除以兩次 那不就是一次嗎? 那A的一次 因為三次是有理數 兩次你算出來也是有理數 有理數除以有理數 當然是有理數 那就等到A是有理數 所以這件事情就對了 就是說 它可以用三跟五去 類似輾轉相處的原理 然後得出二 然後二分三 再去除輾轉相處的原理 得到一 那最後到一的時候 就是A的一次 這個就會 就可以對了 好 那所以你只要 這兩個去做輾轉相處 它其實會得到 它的最大分數 那這個是在最大分數的表現定理 還有輾轉相處法原理 那如果你這些不懂 可以回去看 那是以前的理論 有路過的理論 你可以從這些來看 了解了這些事情 這就很簡單 那我們再來看 所以我們說 如果AB就是無理數 那A加B一定是無理數 那這個當然不一定 因為 比如說一個A就是 根號2 B是負根號2 兩個都無理數 那相加等於0 那所以不等於0的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很簡單來 我們加一個E嘛 B加負根號2跟負根號2 相加不就1嗎 你要相加多少都可以 等於2分之3也可以 把1改成2分之3就好 那這邊也可以加一個3啊 這兩個相加還是 無理數會消掉 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 這有些 無理數相加 不介合無理數 這個是錯誤 好 如果A是無理數 B是無理數 A乘B是無理數 對嗎 乍換之下好像對 如果AB等於0 才會對啦 如果A等於0 那0乘上多少都會等於0 所以當A等於0的時候 它寫出來就是 0就會是有理數 不錯了 但是如果A不等於0 那這些事情就對了 如果當A不等於0的時候 當A不等於0的時候 那A跟B相成 你如果假設它是 假設A跟B相成是有理數 那麼 那麼 我們把它拎成 我們把它拎成 把它拎成 我們就設這個數 就等於Q 好了 Q是一個有理數 那A乘B等於Q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B算出來 我們把B算出來 B就會等於多少 B就會把A數過去 B就會等於A1分之Q 對不對 我們剛才原本的題目 A是有理數 現在Q假設它是有理數 有理除以有理 當然是有理數 可是B本身是一個無理數 變成有理數這樣可以嗎 不行啊 矛盾 矛盾就是假設錯誤 假設錯誤 因為這件事情不對啦 題目有說A不等於0 那這件事情就對了 如果題目給你A不等於0 對的 可是沒有講 那就錯了 當A等於0的時候是錯的 好 再來1 AB就是我們實數 A減B是有理數 A乘B是無理數 那麼A加B一定是無理數 那這件事情是錯的 為什麼呢 當你 抱歉 這件事情是對的 當你A減B是有理數 那A加B 你現在要問它 是不是一定無理數 你就假設 它的 它是錯的 錯誤就是 假設這個數 是一個有理數的話 假設這個數 是一個有理數 那A減B本身 已經是一個有理數了 這個 這個Q1 那A減B 已經是一個有理數 那我們把它叫做Q2 那你兩個相加 相加以後 你是不是得到2A 那會等於兩個相加 所以2A就會等於Q1 加上Q2 那QG這兩個都是有理數 那你2A等於判的話 你把它除過來 A就是二分之這個 那有理數加有理數 這兩個都有理數 有理數加有理數 處理都當然是有理數 所以你可以會得到 A等於是有理數 那同樣道理 剛才這兩個是相加 如果你把它相減的話 你就會得到 A跟A相掉 B減掉負B 就是2B 會得到2B會等於 會等於 這兩個相減 Q1 減掉Q2 那有理數 那有理數 減有理數 還是有理數 那我們把二再除過來 有理數-減有理數 是有理數 那你繼續有理數 還是有理數 所以你也會得到 我們B也是一個有理數 那A跟B 如果是有理數 相承 會不會有理數呢 不會 那就產生矛盾 A跟B都是有理數 相承就會是有理數 那屏幕說相乘是無理數 所以這件事情錯了 那哪裡錯? 就是因為你假設錯了 你假設他想加的是有理數 這件事情就會導致矛盾 意思就是說 A加B就不可能是有理數 所以A加B就是無理數 所以這件事情會對喔 B就是對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這個 題目的答案就要寫B個1 謝謝大家 好 好